海外藏人组织公布了一份中共武警部队的内部档案 文件内容是向驻藏武警灌输仇藏思想 以让他们执行当局的非人性镇压藏人指令 我们的独家正向报道 据总部位于挪威的西藏之声 5月14号报道 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 公布了一份中共武警部队的内部党 所谓藏区部队心理疏导和防护手册 这份手册为四川武警总队政治部于2008年10月印发 共有25个章节 通过问答形式辅导驻藏武警 特别是参与过镇压藏人行动的武警的心理素质 文件中题目用词激烈 如如何面对藏独分子的嚣张气焰 如何应付脑海中不时闪现的处置时的残忍情景 如何应对闹事分子冲上来而不知所措的现象等 第16条的内容是 有些同志一想到闹事分子用藏刀砍刀 石头疯狂袭击的残忍场面就胆战心惊 一看到穿红衣服的僧侣就高度紧张 这些东西让我联想到八九六四镇压的时候 也就是把那些部队封闭的经交进行了一段时间 这个信导 他现在镇压西藏 他用这些培训资料给官兵信导 新疆维权人士张先生认为 处在封闭状态的官兵 不知道外界讯息 更不知道真相 他们可能就会用当局宣传的仇恨对待藏人 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布的 2008年西藏人权年度报告 其中指出 2008年发生在整个藏区的示威活动中 至少120名藏人被中共军警枪杀 超过6500名藏人被抓捕 190人被判刑 其中7人被判终身监禁 90人被判10年以上徒刑 另有多人失踪 从2008年以后 中国政府一直是把西藏人描续成 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达瓦才人表示 中国军人没有宗教信仰 再加上中共当局辅导他们 如何克服屠杀时的心理压力 他们就会表现得毫无人性 对待一般老百姓 他们的镇压的时候 他们面对的都不是军人 面对的都是一般的老百姓 一些妇孺啊 或者那些手无重铁的百姓 而那些军人镇压的时候 也都是毫不留情 甚至开车碾过那些 忽畏自己土地的人 都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达瓦才人指出 中共的做法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所应该做的 是一种不顾国家或者民族的长远利益的行为 这不仅打破了他们之前说的 西藏人民如何欢迎解放军的解放的说法 同时把藏人的处境曝露在全世界面前 从2009年到今年4月24号 藏人自焚人数升到121人 其中境内藏地的自焚人数为117人 102人死亡 境内100人 境外2人 值得注意的是 这还是中共当局在全藏地颁布 反自焚专项斗争实施方案 加强社会全面管控 严密封锁自焚消息外泄 严厉打击外传自焚消息者后的结果 新唐人电视朱志善采访报道